刚刚我们讲了有关于极限的基本定义 可是有同学在问我说 可不可以直接教怎么算 微积分是可以直接教什么算 而且我可以写一个程式 就让你把所有的微分和积分都算完 但是那个程式是做数值微分和数值积分 那至于怎么做数值微分和数值积分 因为有同学想知道怎么算 所以我下礼拜会把程式给你 下礼拜我来教各位怎么做数值微分和数值积分 但是在这之前 因为我刚想本来想说马上把它写完 可是我想时间不够 所以没办法那么快写完 下礼拜我告诉各位怎么做数值微分数值积分 那微积分就全部上完了 所以重点不再怎么算 微积分的重点绝对不再怎么算 而且你即使学会了怎么算 你真正能用的用读也很有限 所以我们必须要从极限开始讲的原因在这里 因为你可以怎么算呢 举个例子好了 我把对我塔传进去 把Y这个函数给出来 我就可以直接算它的微分了 就是我直接写给各位看这个事实 来 我们直接看到微分的那个地方 好 导数 这边 什么叫做导数呢 这有点跳通 所以 所以如果你这段 觉得很怪没听懂的话 没关系 但事实上它的概念也很直觉 它就是微分了 所以 应该也听得懂 只是不严格 不严格的结果会造成说 有很多例外的情况 那么暂时不管那些例外的情况 我们直接来看微分 看导数 其实导数就是微分了 那什么叫做导数呢 那我们来看 当Y of S在S到S加多塔之间 它如果是连续的 连续的东西我们就可以微分 好 那连续的微分 我怎么做呢 我就是取它的切线 取它的切线 但是问题是 什么叫切线 我们先不管 我们先 从这一点S 这一点是S S的位置 从这一点S开始呢 OK 我往右 取一个很小的段落 取一个很小的段落 然后呢 我往上对 对到那个曲线的点 这个就是delta y 微分是什么呢 delta y除以delta s 结束 微分就是delta y除以delta s 而且在这个delta 趋近于无限小的时候 就是微分了 delta y除以delta s 当delta s 趋近于无限小 就是微分 OK 这样清楚吗 所以这里会画一个东西 我看 应该有画才对 这个 你看它在做什么事呢 它在画那个割线 对 但是它把割线画得越来越近 然后 到无穷近的那一条 就变切线 好 那个切线的斜率就叫微分 所以这为什么 这个定义 我们来看一下 delta y除以delta s 我们刚刚说它就是微分 但是有点问题 要delta s 趋近于零的时候 才是微分 delta s如果不是 不够小 那它就 就可能会有问题 OK 要够小的delta s 那怎么样叫够小 在数学上就是无穷小 好 那什么叫无穷小呢 来看一下 它的定义是 limit delta s 趋近于零 y of s 加delta s 减掉y of s 所以delta s 好 那我刚刚呢 我说 我写不出 没办法那么快写出来 我先写一个 比较快速的版本 给各位看 怎么算为分 那直接用诗语言来写 好 那这样子 但是这样子 我现在先写的是一个 非指标性的版本 所以它的弹性比较强 来 我们来 做微分 好 那我怎么取那个函数f f现在是什么呢 你看 这个f现在是s乘以s 那它意思就是 这个fs就是s平方 对不对 fs就是s平方 那这时候呢 我就算fs加delta s 用ds代表 ok 减掉fs 好 这个呢 就是叫做 dy ok 这个叫dy 对不对 ds呢 就是 就是ds吧 就已经在了 所以没有 没有问题 ds我已经用define定义了 但你可以改变它的值 让它更小 那我现在觉得0.001应该很小 ok 那我就传回值 这个就是微分值 好 那我现在就计算呢 计算f2是多少 那我再计算 df2是多少 好 我们来试试看 不确定一次就可以变异成功 好像ok 好像ok 又碰到这个东西了 好 那 继续执行 可是 我们可能要post一下 但是 这样有点跳动 所以我怕有些同学 会觉得太快 好 我没有换行 我换一下行 会比较好看 好 f2等于4 各位觉得对吗 f4是平方 2的平方是4 所以没错吧 那 df2等于4.001 为什么 它在2的部分的斜率是多少 s平方在2的部分的斜率 我们来算一下 好 s平方在2的部分的斜率 我可以告诉各位 它叫2x 好 2x 所以是4 没错 来 我再给各位看一下 我稍微写个注解好了 这个东西呢 fs 就等于s平方 所以 d呢 dfs 就是f' 我们用prong代表微分 f' of s 就等于2s 这是微分的结果 已经知道说怎么微分怎么算的结果了 那为什么它是2s 待会再说 那所以呢 你会算出来 它其实就是 就是 刚刚所记 所算出来的那个 4 其实应该是4 但是因为 可以有一点点 我们取的是0.001 所以其实它还不够小 有点小误差 所以它就会有一点小误差 OK 那如果我今天取得更小 其实你电脑目前可以取到非常小了 那它的误差也就相对的会更小 已经是4了 后面没有印出来 其实它还有一个小小的纸在后面 那所以我们这个微分 基本上这个微分4就做完了 这个程式就可以计算所有函数的微分 只要你把这边的f改成你要的函数就可以了 OK 好 这样就是微分 好 各位 我再举一个例子 fs呢 如果是s的 就s好了 如果fs就是s 那f's会是什么呢 答案是1 为什么是1我们先不管 我们先看看它是不是1 所以我把这一个给弄掉 我就这样子改成s compile the wrong 是不是1 而且不管在哪一点 以这个例子而言 它的斜率都是1 为什么因为它是条直线 直线的斜率是固定的 OK 好 再换个例子 这个甚至可以计算 比如说sin s或之类的 那我们先不要弄到那么复杂 我们先弄三次方 好 那这样子f's应该是多少 f's应该是3s平方 好 3s平方 OK 所以呢 如果在2这个点 3乘以2的平方 就12 对不对 OK 好 我们来验证一下是不是 验证一下是不是 好 returns乘以s乘以 乘以s 好 验证一下是不是 好 那 不对 用这个 12 没错 但是有差了一点点误差 对不对 因为我们的s取得没有很小 只有这样而已 OK 如果你取得更小 就会变成12 好 那 应该有人知道 s的n次方的微分是多少吧 sn次方的微分 来 sn次方怎么写啊 用诗语言 s k次方好了 用k啦 不要用n 因为n 往往我们会叫一个变数 叫ks的k-1次方 OK 那这里通常要括号 ks的k-1次方 所以呢 我们来写一个函数 可以计算s的k次方 这要怎么写啊 好 我先宣告一个double 对不对 double 然后呢 叫做 result好了 OK 这个double result 一开始是1.0 OK 好 for 弄个i等于1好了 i小于等于多少 等于k OK k问题是k是多少啊 k我们现在给个值嘛 我用define的 define一下k 然后呢 10好了 10次方那应该是10x的9次方哦 哇太多了吧 5就好了 10的话太大了 那我们就可以写 i小于等于k i加加 然后呢 result乘以等于 各位看得懂这个符号吗 就是 所以result就等于result乘以 什么 s 对不对 那经过k次之后 不就变 s的k次方吗 好 经过k次之后 变成s的k次方 就把result传回来就好了 好 这样子 OK 我们就可以算 sk次方的微分 好 那我们拿去算一下 f2是32 为什么 因为是k是5嘛 2的5次方是32 没错 那2的5次方是32 那问题是他的s的5次方的微分 应该是5s4次方 5s4次方是多少 5乘以2的4次方 2的4次方是不是16 5乘以16就80 所以这里是对的 只是后面有一个误差 OK 误差的原因是因为我们ds取得 是这样子 要趋近于极限 但是电脑没有办法算趋近于极限 对不对 因为电脑总有个 总有个最小的精确单位 OK 那这个精确单位是电脑不可跨越的障碍 但是你在微积分理论探讨的时候就没有这个精确单位的问题 所以你可以说我趋近于极限 但是电脑不行 这是唯一的差别 可是 够准就OK 所以 你如果 要再精准下去 那就这样吧 那总有一天 他会超过极限 你就 你的运算就会出问题 OK 那所以 当我这样继续下去 好像没有比较准 所以 他的运算其实 是有极限 是有极限 好 这样子其实已经算蛮准了 再多一位 应该 就会更准一点了 OK 已经完全是80了 后面呢 当然还有数字 只是没有印出来而已 OK 好 这样子我们就已经算完 s一次方 两次方 k次方的微分都可以算 譬如说你算 十次方或一百次方 都可以这样子用 那另外呢 sin cos 你也可以这样算微分 只要你有sin的函数 我们来找一下 c元的sin函数 好 c元的sin函数应该就是sin 但是应该要include的 应该是数学函式库吧 对吧 mess.h 对 mess.h 好 所以我们来include一下mess.h 好 我include的mess.h之后呢 我把这个直接注解掉 改成用sin 好 fs就是互叫sin s 那这样的结果 在2这一点会是怎么样呢 其实2这一点不容易算 sin通常要π啊 或者是 那个会比较容易算 几分之几π 我们先算2这一点哦 那它出来的答案 你可能不知道对不对 因为 在2这一点是 sin只是0.909 但是它的微分值是-0.416 OK 但是我们要验证一下 因为 因为这样我们不知道对不对 所以呢 我们来做一件事 就是我们用π的部分 好 已经include的数学函式库了 所以π应该有定义 好 c的π 好啦 随便啦 我自己定义好了 c虽然应该有定义π 但是我自己定义好了 3.14159好了 就这样 那sin二分之π应该是多少 二分之π是sin90度 应该是1 sin四分之π应该是多少 sin四分之π 所以就是π除以4.0 请注意 请注意c元 10数除以整数 整数除以整数会出问题 所以我习惯会在 做时速运算的时候加上点0 这样会比较好一点 sin四分之π ok 那我们现在不是要把四分之π写在这里 我应该是写 写什么呢 写s 这个就returns 然后计算它的微分 ok 这样就对了 但是我要这边算的是F四分之π π除以4.0 那这边算的是DF四分之π π除以4.0 好 我们来算算看 哇 sin四分之π是0.707 二分之根号二应该差不多是这个值 ok 那它的微分呢 四分之π的微分还是还是一样的 所以呢 因为sin的微分会变成cos sin的微分会变成cos 所以cos二分之π跟 其实因为它刚好在中间 所以两个是一样的 所以如果我们算的是四分之π的话 那它确实就是这样 不过我们如果算三分之π就不会一样 因为它的角度 就不是刚刚好在中间了 所以我们算一下sin三分之π 你会发现 这里写inFL其实不太对 我刚刚没有更正 这应该是π除以3 刚刚没有更正 不是2了 好 π除以3 好 均派一下 你会发现它是三分之π是0.86 2分之2 2分之根号3吧 根号3是多少 1.732 对不对 1.732除以2 0.86 OK 那sin三分之π是多少 不对 sin三分之π 就sin的微分呢 sin的微分会变成cos sin的微分会变cos 那cos三分之π是多少 2分之1不就是0.5吗 所以它都可以帮我们算正确 对不对 几乎正确 好 所以微积分写成程式真的很简单 真的很简单 OK 但是 问题是 现在有同学一定会 我写什么 他都可以脑袋算出来给我 当然不见得啦 因为我说那三分之π 那八分之π 你可能算不出来 对不对 但是 对于常见的 就是已经学过 sin cos 已经知道那些值的人 你印象中 你大概就很快可以凑出来 但如果是 如果是不知道的值 那可能你就凑不出来 OK 不过你 如果学过的话呢 对于那些 微分 微分的这些公式 都记忆很清楚的话 那你算不会是问题 但是我要告诉各位 我们这门课的重点 不是算这个 虽然我们会从 电脑上面去强调 那也会写这种程式 最后甚至像复利的转换 我们也会写真正的 复利的转换的这种程式给各位 但是你要理解复利的转换 你不能够 只是把数值带进去 那你真的会看不清楚 它到底在写什么程式 那程式到底是在讲什么东西 还是得回到数学 从理论来看 才会看得清楚 像复利的转换这么复杂的东西 在微积分上面它的意义 OK 所以我们今天之所以 很快速的进入这边 一定有同学 如果没有学过 他觉得OK 老师教了这些 但是我不懂 没关系 你不懂 是正常的 你懂了代表你已经学了 微积分 而且把那些公式背起来 我相信对各位的脑袋而言 要背起来不是难事 微积分的公式 常用的函数就那些 没有很多 Sine and Cosine是比较难的 其实最常用的就是S的K次方 S的K次方的微分 就是KSK-E次方 就这么简单 所以KSK-E次方 这个公式背起来 你马上就可以算出它的微分 S的K次方的微分 就是KSK-E次方 OK 但是为什么是这样 为什么SK次方的微分 是KSK-E次方 这是我们要回去 从理论上来看说 那它的斜率到底是多少 SK次方的某一点 它的斜率会是多少 我们才有办法知道说 它为什么是KSK-E次方 OK 那这反而是 我们微积分要 花比较多时间去学的 OK 那真正做数值计算的部分 很快 我们可能一堂课讲完 就一节课讲完微分 一节课讲完积分就结束了 OK 各位想不知 想知道积分怎么算 把积分也算完好了 好不好 这样比较快 好 积分怎么算 现在我们已经算了微分 微分就是斜率 OK 像我们讲 微分就是斜率 那积分呢 就是面积 就是面积 那我怎么算面积 举个例子 我想算 我们再回到刚刚的 这一个 我们再回到刚刚的这一个 比如说s平方 我想算它的积分 那我就写一个函数 代表积分的函数 那积分呢 in-te-r-g-a-l 这是积分 integral就是积分 积分 积分学叫 integral calculus 那所以呢 我们用integral这个函数来代表积分 但积分是有范围的 积分会从ag到b 会把某个函数从ag到b 那所以我 这个叫定积分 从ag到b的这种积分叫定积分 OK 那我们就来算 怎么算这个面积 那我还是一样用这个f f 那接下来呢 我们就是 一样 我们的ds呢 现在弄得太小了 我怕它会计算很慢 我用万分之一就好了 用万分之一来计算 好 那for i 怎么讲 来 我先做一个 double s 这个s 那s呢 就等于a开始 我从a开始计算 s小于多少呢 小于等于b OK 然后s s 加等于 s等于s加 ds OK 这就是 每次走一小步 每次走一小步 的结果 每次走一小步 我就算 它的 那一个小方块的面积 好 小方块的面积 怎么算呢 就是 我先来fs fs 乘以 它的宽度 ds 这就是小方块的面积 这是小方块的面积 我就叫做 the area 好了 面积 小面积 好 那接下来呢 我们把它做什么事呢 我们宣告一个 用来加总的 叫 叫上好了 上等于0.0 然后呢 上 加等于 dare 其实写的更简单 就不用再分两层了 就直接这样写就好了 算加等于fs 乘以ds 这样就算完积分了 算积分 好 这个程式应该就可以算积分 只是我不知道对不对 所以我们现在呢 稍微 测试一下 那我一样 我就 现在我们又回到 已经不是讲 不是 不是做那个sine 我们现在是做x平方 所以呢 f 我们不要用三分之拍了 我们用2 回到用2 好 这个用2 这个也用2 这样微分 也有 那我现在要算积分 积分 integral 然后呢 f 然后从几机到几呢 从ag到b ok 那我现在呢 就从0开始积好了 我积到2 可以啊 从0积到2 这样的结果呢 就是 integral 02 好 试试看 它的值位是多少 我不确定 程式是正确的 看一下 他说 undefined integral rinte 1 2 2 2